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各位法师 各位同学 阿弥陀佛 我们现在讲的是应顺导师华语集第一册 那么在第三篇的样子 也就是我们讲到第189页 别说三门这个地方 那我想还是有人第一次来 所以我们再把整部论点的这个架构再稍微讲一下 那么请大家看一下我们的讲义 讲义 我们的题目是变法法性论讲记 变法法性论讲记 那变法法性 其实呢把它分成两个部分 我们平常讲的法 其实是包含了什么 法相跟法性 那现在我们的题目叫做变法 法性论 也就是它这里有两个 一个是属于法相 一个叫做法性相 为什么都用相来看呢 因为这部论是属于什么 为氏系的 为氏系是不是重相啊 其实为氏系重相 纵然在讲法呢 它也是讲在法相 讲在法性呢 它还是讲在法性相 所以呢就会变成所谓的法相 跟什么法性相 那本来法应该是包括这所有的一切 不过这里的法讲的是这个 种在向上 种在向上呢 于是呢 它属于有生面 这个法性呢 属于什么 无生面 不生不灭 这里的有跟无 这是否定式的符号 也可以说是不 不生不灭 对不对 不生不灭 是由法性而达 所以呢 这里讲的是涅槃 这边讲的是生死 把它分成这两大部分 跟我们平常讲的有一点不大一样 这样理解吗 在本论 对法跟法性的一个定义 变法 法性的一部论点 这个法 指的是生死 指的是法相里面的法 那法性呢 是透过因缘法而达于什么 涅槃 达于涅槃 也等于 教我们如何从生死到什么 涅槃 那么在这个以下 是有生死的 这份生死是凡夫的生死 对不对 其实整条都是 一直到成活才是究竟的 不生不灭 过程当中其实都是有生死的 只是这种生死的程度不同 我们是凡夫 但是因为一念的菩提心 而踏上成佛的道路 对不对 而称为菩萨 那么我们现在所要讲的是第一段 因为这里是能够达于什么 涅槃的 超凡入圣的那个点 就是让我们能够由生死达于什么 涅槃的点 超越凡夫达于圣者的境界 圣者的境界是什么 涅槃的境界 涅槃的境界 所以呢 这个是应该 由他所应该断的 还有呢 过程是不是 还有很多应该要去证的 过程当中呢 那么加行为上头有 暖鼎忍是第一 这是属于加行为上啊 加行为就是要怎样 修慧 对不对 透过修慧才可能从这个地方 慢慢慢慢慢慢的往上提升 首先就是要有暖胃 所谓的暖胃就是一份法喜 感受到他是正法 是属于法的核心 法的核心 所以呢 我们说 要达于 要达于涅槃 一定要讲到法的核心地带 超越生死 而达于什么 涅槃 这个都还只是第一个阶段 后面是不是还有生死啊 那是圣贤者的生死哦 圣贤者有没有生死啊 从初地到七地的生死 跟我们是一样的 叫做什么 分段生死生 因为有第七意识的杂染 就必须要借着腹肌母血 生一段 死一段 生一段 死一段 我们生了几十年 死的时候大约多少啊 四十九天 七七四十九天 然后又开始孕育 我们下一辈子的生命 这个叫做分段生死生 分段生死生的关键 就在于第七意识的杂染 到这个地方呢 第七意识的杂染完毕以后 是不是就剩下变异生死生啊 杂染的种子 让他出清存货 就让他出清存货的话呢 那么叫做变异生死生 之后才达云成佛 那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在这里 涅槃首度的出现 之后 其实涅槃跟生死之间 好像拔河比赛 看哪一边的力量比较大 我们现在是完全在生死里头 还没震到涅槃 但是我们在思想上知道有涅槃 对不对 而且朝着涅槃的方向 之后涅槃出现了 生死还是很大 还是有生死的 只不过因为有涅槃的出现之后呢 两者就有机会 抗衡啊 一直到五地才慢慢平衡 到七地才稳固 才稳固 到八地以上呢 那就无功用地 可以不受到 第七意识的影响 因为第七意识 已经怎样转染成静 所以呢 之后其实都是 生死与涅槃之间的一个互动 而我们现在等于是 要从生死当中 要能够跳脱出来 要挣脱生死而进入涅槃 它属于什么 三圣共振的 三圣啊 这个是属于三圣共法 也就是身闻 圆绝跟菩萨圣 是不是都要经过这个阶段啊 身闻 圆绝 菩萨圣 都一定要经过 涅槃的阶段 然后才达于圣者嘛 所以所谓的涅槃 不是只是讲 我们常常 尊称某某高僧大德的过世 叫做什么 涅槃 那是一种尊称 那是一种尊称 那不一定 他已经到这里来了 只不过我们果位低 我们看不懂 但是我们知道 他们的修行非常好 我们尊称某某法师 涅槃 像我们尊称 应顺导师 圆极了 有没有 用圆极 所谓的涅槃 其实就是圆极 圆满的极灭 不再生命 不再生命 第一次 证 验证到 不再生命 不再生命 所以我们说要验证 涅槃本身呢 其实是有生之年 不是死亡后 是有生之年 比方出国 二国 三国 他在有生之年 其实他已经证到 有余一涅槃 之后 他是不是才解脱啊 才解脱生死 到四国 他不受后有 那同时呢 我们也是 初地 二地 一直到七地的菩萨 来到这里 解脱了 分段生死身 因为第七意识 已经怎样 转染成尽了 已经不复存在 所以他不仅属于 三圣共法 并且他也是 大圣法 他是彻头彻尾的 三圣共法 只有到这里 三圣 身为原觉 四国 最高 只有到达 五生而已 四国 但是呢 菩萨 可以达于 十地 到成佛 到成佛 所以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 讲义 最左边 有序论 正论 到什么 结 这里就没有结了 一般我们在讲经的时候 的科判表是不是有三分 续分 正中分 跟一个流通分 不过这里呢 他没有一个结论 等于 他就是一个续论 跟什么 正论 续论跟正论 两个 那正论里头 辩法 法性 通明 三圣义 我们要看到 三圣义 但是他不只是三圣 第二个部分呢 特想 转一 别章 大圣义 我们要看到 不只 不只提供了 声闻 圆觉 菩萨 那么其实 他是彻头彻尾的 讲的是大圣法义 讲的是大圣法义 那这里头有一个 最关键的就是涅槃 涅槃的本质 是一样的 却是他的量不同 有没有 这是我们一再强调的 当我们正得涅槃 三圣是不是都要共证涅槃呢 但是呢 声闻圆觉 因为他只求自我了托 所以他不需要量的扩大 他是不是就很快 七来生死 一来生死 不来生死 然后就不受后有 但是菩萨呢 他忍而不证啊 忍而不证 所以呢 他透过这个 初地二地 一直到七地的圆满 然后无声 法忍 八地 九地 十地 然后才怎样 成佛 成佛 是不是才是究竟的圆满啊 所以他分成两个部分 这样理解 一个是属于三圣 三圣意 还有呢 大圣意 好 那在三圣意这个部分呢 在第一页 略标跟什么 广式 有没有 那因为 这个是正论的略标广 正论里面的变法 法性 通明三圣意里面的略标 跟广式 好 我们再往序论看一下 由之何永断 有余所应正 欲辨彼等相 故我造此论 好 那么 也等于是 吴卓菩萨 吴卓菩萨呢 他造论 由法尊法师 来 这个 翻译的 好 那吴卓菩萨呢 他是跟弥勒菩萨 去求法的 这个是属于 弥勒学的 这个 这个 唯式论 唯式论 那么 由吴卓菩萨 所造的论 所造的论 所以这里的我 指的是吴卓 吴卓菩萨 为什么要造这部论 就是 希望能够知道 什么是该 涌断的 所要涌断的 是不是生死啊 只不过 生死有生死的 什么 程度上面的 差异 我们是凡夫 是不是要先断 凡夫的生死 要能够 涌断 凡夫的生死 但是 还有余 是不是还有余 不止如此 乃至于 这个过程当中 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也有 暖鼎忍 世纪一 的这个过程 需要怎样去 应证 应该要去 证 验证的 所以会有 印证跟什么 涌断 过程 叫做 印证 要证 暖胃 顶胃 忍胃 世纪一 位 是不是才能够来到了涅槃 那如何证呢 透过文思修 而证 文思修正 对不对 文思修正 所以 有 于所 应证 然后来到这边 涌断什么 凡夫的生死 由 无卓菩萨来 造论 来教导 我们 来教导 我们 所以 欲变 彼等相 什么样的相呢 法相跟什么 法性相 对不对 那 法相指的是什么 生死 法性相 指的是 涅槃 所以这个叫做 辩法 法性论 这个是序论 这样理解吧 好 那 进入 正论 正论 里头有个略标 有没有 总摄二世 当之 此一切 略摄 为二种 有法 与法性 尽摄 一切 故 有没有 当之 我们所有的一切 法来讲的话 略摄 大略摄成 二大种 两种 一个就是属于 法跟什么 法性 有法 有法 与法性 尽舍一切 故 有没有 有法 来 降明 生死 有法 来 降明 法相 什么样的 法相呢 生死的 法相 法性呢 透过 法性 而 能够去 验证 灭盘 尤其 对我们 凡夫来讲 第一阶段 更是如此 因为我们要 透过第一阶段 是不是才可能到第二阶段 第三阶段 所以 尽舍一切 故 不止第一阶段 如此 其实后面 是不是还是 生死与 涅槃 其实还是 生死跟涅槃 相互的 看哪一个 力量强 生死的力量 越强 是不是越往下掉 涅槃的力量 越强 越往上提升 越往上提升 所以呢 这里 会有所谓的 涅槃 跟无助涅槃 跟大波涅槃 如果 圣满经来讲的话 来讲到大波涅槃 也就是成佛的大涅槃 不助生死 不助涅槃 所以涅槃 也有涅槃的什么 程度上面的差异 程度上的差异 无助涅槃 应该在这个以上 在这个以上 无助涅槃 所以呢 其实我们说 这整个 是不是都还是 生死与涅槃的一个 相互的较量 生死的力量 越强 越往下掉 涅槃的力量 越强 越往上去 生死的力量 为什么会越强呢 因为执着越强 是不是就越往下掉 重量太重 那越往上去呢 就得要怎样 越能放下自信望直 生清如燕 是不是就可以往上去 所以他这个 净涉一切 生死与涅槃 净涉一切 所以其中法所显 即是说生死 有没有 所谓的法 讲的就是生死 所谓的法性 有没有 其法性所显及 三圣涅槃 这样理解 法讲的是不是就是生死 法性讲的是什么 涅槃 跟我们平常讲的 有一点不同 但是因为我们要 进入这个论呢 就要根据 这部论的定义来看 这样理解 所以这里的辩法 法性论的法 是法相 是生死的法相 而法性呢 讲的是涅槃的法性相 好 那我们再进入 今天所要讲的 别说三门 有没有看到 这里有三门呢 有相门 成立门 跟不一不义门 好 但是呢 广世当中 有变生死 跟变涅槃 好 有没有看到 变生死 上面有个标列 由六向误入 有没有看到六向 其实这个我们上次讲课 是不是也讲到 由六向误入生死 由六向来误入什么 涅槃 下面是不是也有个 由六向误入 变生死的地方 说由六向误入 诸法为无上 有没有看到 下面呢 变涅槃 是不是也由六向误入 法性为无上 一个是不是在讲法 一个在讲什么 法性 这样知道吗 为什么这个时候 要讲六向 因为我们在这三门里头 其实是 这六向里面的前三向 也就是为 我们标列上面 有没有 有六向误入 那第四向呢 所依共 不共 共向呢 是第四 不共是第五 然后 所以那个 下面 别误里头 别误里头 有没有 略指前三 有没有看到 略指前三 其中 相成立 即非一 非义 有没有 这是不是在讲三向 也就是在讲 我们现在要说的 这三门啊 然后 所依 共与不共 就是第四 跟第五 这样懂吗 第四跟第五 第四向就是 共向 还有 不共向 这样看懂没 第六呢 就是要 误入 能所取 现世而非有 有没有 往下看 是不是也是这个 第六向 这样看懂没 先这样子看 所以呢 我们现在 虽然在别说 三门 但是 其实已经 进入了什么 变生死里面的六向 这样 有没有看懂 有啊 变生死 是不是有六 六向 误入 变涅槃 也是有六向 误入 那当然是 另外六向 我们现在的 这六向 包括前面的 三向 然后后面 有三向 这样看懂吧 共不共 是第四 第五 第六就是什么 误入二曲 四线非有 好 所以呢 我们现在也等于 由六向 误入的意思 这样懂吧 第一向是什么 向 为向 与成立 即 非 一 非 义 这三向 这三向 是不是就是 上面的三门 这样看懂吧 好 所以我们的 第189 最后 有没有 别说三门 虽然是在略标的地方 但是 其实是变 生死 生死里面的六向 第一向 第一向 这样懂吧 第一个呢 就叫做 向门 向 先进入向 好 然后呢 第二门 就是什么 成立门 第三门 就是 不一 不一门 也可以叫做 非一 非一门 可以不可以 可以 因为它都是 否定式的符号 好 那我们看 第190页 第190页 别说三门 有没有 由三方面来解说 法与法性 那三 其实 这里所要解说的是法 下面的六项 才在解释 法性 是不是 因为生死 因为现在是要变生死 的法 像 那变涅槃 是不是叫法性 像 法性 像 好 所以第190页 第二行 三门的第一 是不是就是 向门 向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就是要知道 生死的 像 到底是怎么回事 它是一种体像 体性的像 有它的 它的字体 它的特性 所显现出来的像 因为我们这个 这个是为世系 所以特别种像 都从像来讲 所以它又叫做 异像 有没有 又叫做异像 所谓的异像呢 就是 法法的意义如何 是异理的像 叫做异像 或者叫做 相貌的像 那么也等于说 它的形态 像到底有 有哪一些 其实会有 种种的不同 所以现在 所要讲的像 其实就是一种 异像 在佛法里头 我们常讲说 要深入法意 有没有 它法意 所显现出来的像 所以呢 这个也等于是 在说明法的意义 还有法性的意义 那 我们进入本文 说 此中 法相者 因为现在要 解释 什么叫做法 法的意义 是什么 为虚妄分别 其实它的基础 来自于什么 虚妄分别式 也因为有 虚妄分别式 所以会 现二 即明言 的这个二 是什么呢 就是二取 二取 那在 第190页 倒数第一行 这个二 就是能取 所取 叫做二取 能取 所取 叫做二 二取 那也因为有 能取 所取 所以会 现出我们 所谓的名言 好 那么我们来 这个 用 为式 来怎么看呢 从巴士 何谓法相 因为现在 是不是在解释 法的什么 意象 法的意象 叫做法相 那么也等于说 我们所看到的 这一切相 叫做法的意象 我们看到什么相呢 透过言 耳 鼻 舌 身 是 到什么意识 看到了色 声 香 味 处的什么 法相 好 还有 这里也叫法相 这个叫做能取 这个叫做能取 这个外在的这一切 叫做什么 索取 这是能取 这是能取 是 的关键 在这里 但是呢 他不是独立的 他是不是也受到 第七意识的 杂染的影响啊 第七意识 也不是独立的 他也跟着 第八意识 这些事都息息相关 如果 如果 比较广义的来讲 整个心 叫做能 心 然后外在的 静 叫做什么 索取 这个都可以叫做什么 心啊 心本身叫做能啊 只不过在心里头 我们最熟悉的 力量最大的是在哪里啊 第六意识 第六意识 它本身 是虚妄分别的 它其实是一种妄事 它属于妄事 为什么叫妄事呢 因为它 在杂染的基础上头 所以我们其实是 虚妄分别 外境 那我们本身 叫做能取 然后我们有 索取的这一切 现象 有色相 有生相 也有香相 还有什么 胃相 吃饭的时候 是不是就有胃相啊 之外呢 就是有畜相 就像今天 天气挺好的 就考虑 到底要不要开冷气 这是什么 是不是跟畜相有关啊 要让这个畜 如果没开 有一点闷热 开呢 又有点太凉快 有一点困难 如果再凉一点 就不用开 再热一点呢 开了就觉得很舒服 那我们现在的畜相 畜是不是也是一种相啊 那我们的这个意识本身呢 就是一种虚妄分别 也就是说 其实外在这些现象 是不实在的 为什么不实在呢 所有一切相 都是由因缘合合而生 对不对 因缘离善而灭 感觉好像有相 但是这个相呢 不过只是一时的结果 对不对 它会不会变化 所以这种感觉 刚开始开的时候 会觉得很舒服 很凉快 等到开久了 是不是我在那边 有没有在改变啊 其实它随着时间 一直在改变 所以它并不稳固哦 为什么 因为它不断的在原生 原灭 原生 原灭 是一种无常向 外在的这一切 其实是无常的 外在的是无常 所以我们想 为什么说 为世系叫做 虚妄为世 有没有 这个虚妄 就是在讲 那个静是虚妄的 静是虚妄的 再加上世本身 其实也是虚妄 因为在妄世的基础下 所以以为世 又叫做妄心系 珍藏系叫做什么 真心系 有没有听过 为什么珍藏叫真心系 因为珍藏呢 它就是一颗模拟宝珠 这里面是清净无染 但是为什么我们感觉不到 因为被课程所染 这是课程 尘在外 课程在外 里面清净 所以叫做真心系 但是如果是为世呢 里面是杂染的 这样懂吗 所以叫做什么 妄心系 所以我们说 其实这个事都是一种妄事 是不是也是一种虚妄的事 杂染的事 所以我们说 我们看到的法相来说的话 为虚妄分别 那么在第190页 我们来看一下导师的解释 第二行 说法的意象就是什么 虚妄分别 法的意象 它的基础就叫虚妄分别 为什么是虚妄分别呢 因为外在的这一切 是不实在的 是不真的 为什么不实在不真 因为无常 它是不是不断的在变化的 如果是 是实在的 而真实 应该是不变的 而我们看到的 是不是都一直在变啊 外在是虚妄的 那分别是什么 我们心事的作用 一直在做分别 所以虚妄分别 它本身是不是已经有能所了 有没有能所 分别本身是能 所分别出来的是什么 虚妄的外在 虚妄的外在 所以这里也讲到 在中国佛教界 有一个很熟悉的名词 就叫做妄事 虚妄分别 虚妄分别事又叫做妄事 分别它本身就是一种事 所以它也叫做妄心 它属于妄心系 真常为心系 属于什么 真心系 因为它的那种 课程 就是说它的系统来讲 那个痛苦烦恼是外缩的 叫做课程 客人是不外来的 自家人才是内人 对不对 客人是外来的 所以法的意向 就叫做虚妄分别 其实它本身就是虚妄分别 虚妄分别可以只讲 事上面的虚妄分别 也可以讲 分别本身是事 然后虚妄是外相 那就变二曲了 这样懂吗 虚妄分别也可以是一个能事 能的 主动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们看 限二极名言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二呢 就是能取所取 那限二呢 就是限起了能取所取二方面 限出二曲 那么就如同手拿东西 就叫做取 眼见耳听也叫做取 它会取向 那我们的心事 是不是也会取向啊 叫做想 想 我们的想本身 是不是就是取向啊 是不是就是取向啊 你看这个想 是心在取向 叫做想 我们平常这样子的话 其实是简略了说 眼是 耳是 鼻是 蛇是 跟什么 身是 然后这里叫做什么 意是 眼是 耳是 鼻是 蛇是 身事 的这个事 它本身 是先从根 去取境 然后引发了什么 事 先跟去取向 先跟去取向 然后 让 这个事 开始 作意起来 所以我们说 二合啊 生事 叫做什么 作意 二合生事 叫做作意 先跟去取向 然后呢 引发了 事 来怎样 作意 到三合呢 生 处 所谓的处是 跟进事 合起来了 三个 跟进事 合起来 所以 当我们的眼根 我们的眼根 先去处境 眼根 指的是 静色根 而不是 浮沉根 根 是不是有两种 我们看得见的根 是什么 浮沉根 器官看得到 但是 那个 静色根 看不到 静色根 是什么 神经系统 神经系统的 重要性 是不是大过于 器官 只有器官 而没有神经系统的根 有没有用 没有用 我光是一个眼珠在这里 我却没有 视觉神经系统 那是不是还是 还是看不见 所以是 由静色根 去取静 所以我们的耳 比方我们的眼视 看到 某一个人来了 去取到 我们的眼视 我们的视觉神经系统 看到一个人 去取了这个静 之后就通知 我们的眼视 起作用 但是这个眼视 它起作用的时候 它只是 叫做什么 自信分别 也就是 他注意到说 有这个人 注意到 我看到一个人 但是这个人 我们会接下来 就会想说 这个人来做什么 他是谁 他来做什么 那是什么 第六意识 不是眼视 这样懂吗 我们的眼视 看到人 我们的耳视 听到声音 蛇视 尝到味道 鼻视 嗅到味道 声视 去触碰到 感觉 是舒适的 可以受 但是 分别是在这里 就说比较 进一步的 进一步的 意识的分别 跟自信分别 不一样 这个比较在 取向上头 他只是注意到了 看到了 有这样的一个人 或者听到 有这个声音 还没有去起 很大的分别 只能说 他 就是说 我们的蛇视 他只会去尝 酸甜苦辣的味道 但是 酸甜苦辣 到底好不好吃 那是谁的事情 是第六意识 不是蛇视 认为好不好吃 蛇视只能说 我把酸甜苦辣 送回来给我的意识 这样理解吗 去分辨 那每个人 对酸甜苦辣的感觉 好不好吃 是不是也不一样 就像我们的触觉 上个礼拜 做那个什么 我们旅行前 行前说明 那个沈先生 他就讲 很多人打电话 问我说 到底冷不冷 他说我不知道 该怎么回答 有的人他 25度就觉得好冷 有的人20度 都还嫌不够冷 所以他没办法回答 到底冷不冷 我们要去九华山 说那个到底冷不冷 所以他只能提供的 叫做什么 温度 几度到几度 那你认为冷不冷 那是你自己的事情 为什么 其实跟我们的习性有关 我断定冷不冷 是 意识 不是身世 身世只能说 这种温度 他只有去触碰到这个温度 到底他冷不冷 是第六意识来 判别 这样理解吗 是第六意识来判别 那第六意识 跟我们的习性 有没有关系啊 有的先天的体质 就很怕冷 对不对 他纵然25度 他觉得还是不够 还是觉得冷 而有的就很不怕冷 十几度也不觉得冷 这样理解吗 所以到底冷不冷的 那个分别是什么 是意识在分别 不是眼是耳是 鼻是舌是 身世在分别 当然他也有分别的能力 只是他这个叫做自信分别 这是维世里面讲的自信分别 跟我们伯瑞系讲的自信 是不一样的 就是他的分别 是很小的分别 只是告诉我们说 这个人来了 有声音了 有味道了 我嗅到味道了 但是这个味道到底好闻不好闻 有没有危险性 你还闻到焦味 那个鼻是闻到焦味 鼻是只能告诉 第六意识说 这个是焦味 然后是第六意识想起来说 哦焦味那有点危险性哦 那是不是第六意识想的啊 这样理解吗 有的人很敏感 比方他可能碰过什么火灾 他是不是会 就会跳起来了 那是第六意识 不是鼻识 但是鼻识要把这种传达给什么 第六意识 所以是意识在起比较大的分别 那这种掩饰而是鼻识 舌是身世 他都只有属什么 取向而已 他都只是属于自性分别 这样理解吗 哦 好 所以呢 我们会有 能取跟什么 索取 所以呢 能取可以说叫做心 索取叫做什么 静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个 能取的部分的分别力量比较强 尤其第六意识 前五识当然也有分别的能力 但是他弱 他只有取向的自性分别而已 第六意识呢 他的那个分别力是不是强啊 他不仅分别 他还要研究 还要了解 还要去做审 审律 然后要去发动 那个就变成丝了 对不对 他不仅是受之外 他就是再去想 之后就是丝了 好 那在这个想的过程当中 其实明言就出现了 明言会出现哦 所以在第191页的倒数第六行 我们的心去分别他 不仅分别他 还要去了解他 还要去研究他 这个人到底是谁啊 他来有什么目的啊 他对我们是好的呢 还是危险的呢 这个是不是第六意识了 这是意识上的问题了 好 但是我们一般感觉 那么只是一种忘事的境界 在第191页的倒数第四行 我们会觉得好像 内心的跟外在的 存在好像是两种不同的 对立的东西 我们会觉得是忘事的境界 忘事本身是能 而境界是不是属于 属于这个外境的 那其实呢 在第191页就讲 大圣为是学的见解 跟我们常识的见解 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 我们的认识作用是什么呢 一旦我们起了认识作用呢 它就会两方面一起 也就是 有认识的对象 其实是有一个能取的事 然后去感受到 有一个什么 被取的 索取的什么 对象 所以第192页 能取索取 或名心与境 有没有 心是不是能取 境是什么 索取 或者叫做能分别 跟什么 所分别 能所能分 能不能理解啊 一个是主动的 一个是什么 被动的 那么也就是说 所认识的对象 不是外在的 因为以为是来讲呢 认识的对象 我们会觉得好像是外在的 其实它不是外在的 它是从内心所陷起的 如果没有内心 其实我们是起不了外在的 假设我们的掩饰把它 避起来 那外在的这一切 是不是就不见了 如果没有掩饰 没有意识 乃至到没意识的话 其实外在的这一切 是不是对我们来讲 都没有意义啊 如同不存在一样 所以呢 我们为什么去感受到 有外在的这一切的 色生相畏处 乃至我们的脑袋里头 会出现法 的这些像来讲的话 其实都是有能取的事 所献出来 所取的什么 静 那么就好像有主观 跟客观对立的倾向 所以呢我们说 这外在的是虚妄的 本身是分别的 所以虚妄分别 也可以说它也是二取 分别是能取 而虚妄是不是所取啊 其实也是一种所取 那这些合起来之后呢 就会有名言的出现 好 那我们这堂课 先讲到这个地方 阿弥陀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